新闻時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答問會 總結五年任期形容驚吐海浪 但已經交出無詭於自己的成績表 為公募生涯畫上完整的句號 也沒有一刻想過辭職 任内最后一次出席答问会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先回顾五年的任期 这五年来无可否认是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挑战真是前所未有 风高浪急 但驱动我勇往直前 无畏无惧的 是一份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和时代的责任感 请各位议员不要在座位叫嚣 他提到当选之后第一次到立法会 我是喜欢去立法会的 当时我是这么说的 我不是卖口乖 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来立法会 看到过去几年的内耗斗争 劍拔老张的情况 我是感到有点伤心的 之后两年试过和不同背景 党派的议员沟通 17年和18年的施政报告获议会自借 但他说一场反修例风波 揭示良好的行政立法关系 必须建基于一国的原则 要确保外国者自港 面对社会剧变 林郑月娥说无悔当错 这五年来我没有一刻后悔接受这个任命 也没有一刻想过要辞职 因为做人都是有始有终 我上任的时候既有一个宣誓的誓言 也都在演词那里就说我会陪伴香港市民 走这段路 没有理由林郑退缩 所以无论路是直是弯 都要继续走下去 4月宣布不连任 林郑月娥强调一早已经决定 只要看她过去一年的言行就会明白 会上多名议员都感谢林郑月娥多年来的工作 希望稍后麦美娟议员过了强职金条例 便会走过来写你一口 就是香港第五波疫情最困难的时候 你没有搞全民禁足和强健 让香港人少自疼 这一点我特别表示港席 我好兄弟邓家彪 更加用人美心善去形容国下 虽然你这几年新浪白发多了 但我都很认同这个说法 毫无疑问你的压力很大 我对你的付出是表示尊敬的 各位议员起立向行政长官致言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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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电视记者郭荣音报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相信 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数量会大增 她又说如果以去年年底的讨论基础 看短期看不到和内地通关的可能 特首林郑月娥曾经承诺兴建 25,000个国度性房屋单位 她在答问会上说是大胆的尝试 并且已成为房屋阶梯的重要部分 至今已经找到足够的土地 建2万1千个单位 有议员就希望可以加快兴建 房屋和土地是没有即时可以看到的成效 往往都是前人中树 后人成量 其实本届政府在公营房屋的公营 已经比上届政府的五年期多了四成 而我深信在未来十年 这些数字一定会大幅上升 但是我们需要现在是时间去进行 我希望下届政府在过度性房屋那一步 再加把力 我亦都呼吁拥有土地的发展商 亦都可以继续支持 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对于社会有意见认为 要缩短土地发展的程序 林郑月娥认为部分的程序是必须 要中间陆墨 有时大家认为这些程序是很僵化 很官僚 是阻止地球转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是一套保护的制度 如果没有这些程序的公义 政府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都是很危险的 有议员亦都关注 仍然未能够和内地免检疫通关 影响中小企营生空间 林郑月娥坦然和内地通关是大挑战 大部分海外国家是一套抗疫的理论和措施 我们的国家是另一套的理论和措施 我们站在中间 我们就真的要很小心来评估 究竟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措施 可以相对做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但是这个真的是好考功夫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是用去年9月到12月讨论的基础 短期是看不到有这个可能性 他又说每当遇上困难的时候 会参详一本天书 那本天书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017年7月1日 本届政府就职那天的重要讲话 始终聚焦发展 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挑战 想做的事真的有时都做不到 但现在有北部都会驱发展策略 有明日大雨 有创新科技有文化艺术中心 所以下一届政府应该始终聚焦发展 他又引述习近平说 要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 令到市民有幸福感 既予下届政府在房屋土地 或者贫穷等工作上要继续努力 无声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被问到公务员体制 行政转官林郑月娥认同 公务员制度有改善的空间 期望下届政府探讨 今天公务员的问题 如果容许我套用夏宝龙副主席 港国办主任的说法 他说公务员或者公职人员 一定要想干事 会干事 能干事 干成事 我自己有深切的体会 就是绝大部分公务员都交到功课 但是现在想干事 就不是今天做回今天的事 就一定有创新思维 要突破框架的限制 为政府解决新的问题 所以稍微欠缺了想干事的动力 原因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是想罚的问题 不会说想干事就会在平核反映得好些出来 所以这些议题是值得未来政府探讨的 公务员学院院子动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学院要尽早研究提升公务员 国家观念等 首任院长郭任树就说 培养公务员应对国家安全 牵制秩序将会是重中之重 特首林郑月娥 想任第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次立的公务员学院 位于冠塘泳池附近的大楼洞工 目标四年半后分家段落成 42年公务生涯来到尾声 林郑月娥主力的时候 说学院需要尽早研究 如何通过入职后培训 提升公务员正确价值观 例如国家观念和国安意识 各自为征 欠缺合作 亦都是不少人对政府部门的咎诊 加入公务员行列的人 追求的不应该只是一份安稳的工作 而是为民服务的使命感 而为香港建设一所让公务员 有归属感的学院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期望在四五年之后 能够以退休公务员的身份 来到学院和后辈交流我的管治体会 和服务社会的心路历程 首任公务员学院院长 曾任警务处副处长的国荫书 说凭自己32年警队经验 有信心为学院的策略设定作出贡献 尤其特定这个地方形势 再加上国家的国情 和世界各地 现在在国际社会 非常之复杂 甚至有时是充满敌意的一个环境中 其实每一个人 不单止服务员 对于自己国家安全 欠制秩序都是有必要要认识的 所以这个目的我觉得 重中之重一定要达成的 我们的服务是包含了 无论如何 在任何环境之下 我都要保障 这个才是我们的服务精神 他又说任何的培训都应该有巧合 具体标准怎样定才达至公平 日后会和团队去谈 无线电视记者李绍谦报导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新日轮居屋和白居宴 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教主 教主将会在下星期一早早10点半举行 由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碧玉主持 到时会透过房委会Facebook和YouTube直播 新一轮居屋一共有7个屋苑 分布在北角、启德、码头角、军堂、张军澳、沙田和东涌 一共提供近9000个单位 售价有124万至531万不等 以市价五一折发售 连同白居宴 房委会这一轮一共接获近34万份申请 海关和机场保安公司首度合作 成功培育8只幼犬 将会训练成手柴犬 春年年初在机场和口岸执勤 海关说未来将会和更多部门合作 加强本地培育手柴犬工作 这8只团界新星正是密罗紧鼓训练准备出道 只有4个月大的拉布拉多狗BB 5只是男子、3只是女子 各种名字第一个字母 组合名是DeventeHK 兼负保护香港的任务 机场保安公司去年和海关签订犬席繁殖合作计划 第一批狗BB2月在海关搜查犬基地出生 他们的父母Hugo和Rosie 分别是机场保安公司和海关搜查犬 八兄弟姐妹两个月大开始 透过游戏、训练社交和感官认知 每一只狗BB的训练内容难度 都会跟着他们的年纪又所调节 好像现在他们四个月大 就会玩这个无为难的渡母桥 去模拟回货位场琴高琴低的情况 去适应工作环境 到九个月大至到一岁 六只狗BB会分给海关 其余的被机场保安公司 接受为期10至12个星期的搜查训练 最快明年年初执勤 我们会按照幼犬他们的发展情况 令我们的行动需要 而当中我们大多数的搜查犬 我们都主要搜查毒品 而爆炸品也是我们长远发展 希望可以在这方面增加搜查犬的数目 海关自2016年和不同的纪律部队合作 培育本地搜查犬 过往我们在海外购买 无论是成本 那个运费 其实那个支出都是庞大 那个体拍 那个质素 未必合乎我们的要求 所以长远的发展 我们都会自己去繁殖 也都会和其他部门去合作 令到香港的领券执法 更有专业性 随着本港的口岸基建陆续落成 海关华会视乎需求 适时培育更多搜查犬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 又到了中华来影时间 夹班通常需要多人 但贵州有一个视像人士 自己吹口琴 弹结他 打鼓点 组成一人乐队 一起去看看 吹着口琴 弹着结他 背着塑胶桶 用来代替套装鼓 双臂和双脚配合 敲打出动感的节拍 贵州华人这条村 每日都会肯起一人乐队 奏出的动人旋律 而走过去看才发现 原来演奏者是一个视像人士 他叫罗应星 13岁那年的一场意外 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这一次意外令到罗应星视力严重受损 成绩一向优异的他 只能绝学 从此音乐就成为了 他生命中唯一的亮光 罗应星经人介绍 到市农民管乐队学习音乐 陆续掌握了十几组乐器 他决定成立一支 永不解散的一人乐队 就在自己的命运交响曲 有些人觉得有点像不务正业 但是我觉得 心里觉得挺喜欢的 然后觉得 能够生活 能够不问家里要钱 我有音乐我就真的不孤独 从2018年开始 他开始将表演拍成影片 分享到短视频平台 几年内就收获百万粉丝 现时他每天都透过短视频直播 用音乐为更多人带来欢乐 建检作为黑词的代表 是宋代八大名词之一 福建游来岸青年 观摩体验建检文化 一起看一下 建检是宋代皇室御用茶具 因为产自宋代建州府建安院而得名 他的造型古樸 游识劝丽多彩 这一日 两岸青年建检文化截几落 吸引不少台湾青年来了解和体验 我想要特别了解一下 建检在咱们中国整个历史上的发展等等 当然还有融合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文化 近年点茶在建阳形成风气 和建检文化融合发展 点茶的文化精致高雅 工序复杂 在老师带领下 不少台湾青年 若若欲识 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这种传统文化 它是非常美的一个事物 我想花一点心思来 去学习这类的一些传统文化吧 也许多的台湾青年 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点茶的 这个体验活动当中 助力能够将我们的这个点茶和建检 记忆能够继续的弘扬和传承 十年前建窑建棧消制技艺 已经跌入国家级非为名录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 全国首个五粮文化展 在甘肃省博物馆举办 超过230件文物 揭开了五粮的神秘面纱 一起看一下 全国第一次举办的五粮文化展 汇聚了西部七个省区的青铜器 简毒、镇墓冠、画像砖 和造像塔等237件文物 用考古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 揭开五粮的神秘面纱 不少文物都是第一次向公众展示 做五粮 就是把这个十六国时期的几个 集中在一个地域的一个小政权 然后集中起来去做 主要目的其实就是 去突出当时文化之间的交流 交往和互建 应该说算是填补关于丝绸之路文化 相关展览的一个空白 五粮文化是指魏晋十六国时期 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 先后建立的前粮、后粮、南粮、西粮 和北粮五个政权所创造的文化成就 是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和西域文化 互融共促的成果 据了解今次展览 运用了多手段、多维度、以物证史、以图讲史、 讲述五粮背景下的重要历史事件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不道 这次中华日影报道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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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